你的言語 在我上旁 何等甘味 在我口中 秘密更甜 以斯拉記第九章 是一章令人感覺到非常難過的 一章經文 因為以色列人竟然在他們重歸故土之後 他們犯了同樣昔日祖宗所犯的罪行 就是與外族人來通婚 原來這個命令 摩西老祖就吩咐以色列人 當他們進入加南地之後 是不可以與外邦的人 外族的人來結婚 現在他們犯了離天大罪的時候 對以色列人來說 真是一個非常大的信心上的挑戰 如何面對以色列人的悔改呢 就讓我們在這一刻 我們先有一個討告 慈愛的天父作為一個領袖 實在是面對很多的考驗 很多的挑戰 以色列人 他昔日所面對的挑戰 今天都是我們每一個教徒 來同樣的去操練 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仰望 我們的信服 求你幫助我們 行在你的旨意當中 以致我們更加是被你所使用 求你聽我們的討告 奉耶穌的名求 阿門 以斯拉記 第九章 譴責根義族通訓 這些事完成以後 眾領袖來接近我 說 以色列百姓 祭司和利美人 沒有氣絕艱難人 客人 比利洗人 耶布斯人 阿門人 摩顏人 愛及人 和阿摩利人等 列邦民族所行可憎的事 人他們為自己 和兒子取了這些外邦女子 以至聖結的種子 和列邦民族混雜 而且領袖和官長 在這事上是最灰 我一聽見這事 就撕裂衣服和外袍 不了頭髮和鬍 驚惶地坐著 凡為以色列上帝 言語戰經的人 到因被老歸回之人 所犯的罪 聚集到我子女來 我驚惶地坐著 直到獻晚祭的時候 獻晚祭的時候 我從仇凡中起來 穿著撕裂的衣服和外袍 雙膝跪下 向耶和華我的上帝舉手 說 我的上帝 我普愧蒙羞 不敢向你 我的上帝仰臉 因為我們的罪孽多到滅頂 我們的罪惡透天 從我們祖先的日子 直到今天 我們的罪惡深重 因我們的罪孽 我們和君王、祭司 都交在鄰國諸王的手中 被殺害、努力、搶奪、 臉上蒙羞 正如今天的景況 現在耶和華我們的上帝 暫且向我們施恩 為我們留下一些殘存之文 使我們如丁子 丁在他的聖所 讓我們的上帝 光照我們的眼目 使我們在受核祭之中 稍微復興 我們是奴僕 然而在受核祭之中 我們的上帝沒有丟棄我們 在波斯珠王面前向我們施恩 叫我們復興 能重建我們上帝的殿 修補毀壞之處 使我們在猶大和耶路撒冷有城牆 我們的上帝 既然如此 現在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因為我們離棄了你的戒命 就是你借你僕人眾先知所吩咐的 說 你們要去得慰業之地 是污衛之地 因列邦民族的污衛 或可憎的事 叫這地從這邊到那邊 都充滿了污衛 現在 不可把你們的女兒嫁給他們的兒子 也不可為你們的兒子 娶他們的女兒 永不可求他們的平安 和他們的利益 這樣你們就可以強盛 吃這地的美物 並把這地留給你們的子孫永遠為業 我們因自己的惡行和大罪 遭遇這一切的事 但你 我們的上帝 懲罰我們 輕於我們罪所當得的 又為我們留下這些殘存之民 我們豈可再違背你的戒命 與行這些可憎之事的民族結親呢? 若我們這樣行 你豈不向我們發怒 將我們滅絕 以至沒有一個愚民或殘存之民嗎? 耶穫說以色列的上帝 你是公義的 我們才能盛下這些殘存之民 正如今天的境況 看啊 我們在你面前有罪惡 因此無人能在你面前暫立得住 在以斯拉記的第九章 我們發覺有兩個經文重點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感同身受 因為當以色列人犯罪 娶了外邦的女子為妻之後 以斯拉一聽到很震驚 很難過很心痛 在那一刻裡面 他感受到好像自己犯罪一樣 以致他痛哭流淚 他撕裂衣服坐在地上 向上帝哀求 求上帝是憐憫 由此我們看到以斯拉 當他作為一個領袖 雖然不是他犯罪 但是他是非常敏銳的觸覺 他知道上帝不起穴的事情的時候 知道他的同胞犯罪的時候 他沒有視而不見 於是他就願意和以色列人一起向上帝作出深切的悔改 在經文的重點第九章裡面 我們發覺就是以死為鑑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以色列人所犯的 取外邦女子為妻 這樣的罪行 他就想起 為什麼昔日他們國家會各破家亡 會淪為一個奴隸 因為他們沒有遵行神的律法 沒有聽從摩西對他們的戒命 以至於他們取了外邦女子為妻 現在他們重蹈覆辭 犯了過去所犯的罪 於是在那一刻以斯拉心裡 是極度的難過 而且非常的恐懼擔心 因為他懼怕上帝在審判 這一幫以色列人的時候 他們真的可以說是無地自容 在這個這樣的時刻 以斯拉就找緊機會 和以色列人要向上帝去應罪 去悔改 要提醒自己 要馬上脫離罪惡那種行為 免得神的審判怒氣 臨到以色列人的身上 在以斯拉記第九章的經文訊息裡 我們發現有兩項的應用很重要 第一項的應用就是領袖的素質 我們看到以斯拉作為一個領袖 他並非高高在上 或者擁有知識 擁有權兵 這就是一個領袖 原來他作為一個領袖 相反他很謙卑 他是以身作則 當他的同胞百姓犯罪之後 他的心感覺到非常痛心 感同身受到 原來這種處境 是得罪上帝 是令上帝發裂路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當中 他馬上為他的同胞 向上帝認罪 這就是一個信徒 作為領袖 要追求的素質 就是要有一個謙卑的心 有一個願意服侍人的心 正如耶穌昔日告訴我們 我們當中作大的 要成為眾人的仆人 我們當中要做領袖的 就要去學習服侍人 這對於我們追求領袖的素質 起了一個很重要的參考版本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學習以斯拉這個榜樣 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領袖 我們必須要以身作質 勇於承擔 以致我們真的在困難問題出現的時候 就可以和我們四周圍的信徒 一起去戰勝種種的困境 在第九章的信息當中 第二項的應用 就是為弟兄姊妹守望 這個行動 在以斯拉的身上表露無遺 當我們看到以斯拉那種感同身受 很悲痛、哀哭、認罪、悔改 這種行動 甚至禁食為眾百姓所犯的罪 向上帝求寬恕、求赦免 這種行動 讓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都要常常問自己 我們有沒有去關心身邊的弟兄姊妹 又或者你是一個團契的職員 或者你是一個小組成員 當你的小組成員跌倒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一種很難過的心 為他們去討告 為他們去求上帝幫助寬恕呢 我們願不願意呢 當弟兄姊妹有困難 或者跌倒的時候 我們都用盡各樣的智慧方法 來希望挽回這位弟兄呢 各位弟兄姊妹們 這一種就是我們今天要去為 我們身邊的人守望應有的態度 我們不單止在弟兄姊妹跌倒的時候 去關心她 更加重要的是 在弟兄姊妹未曾跌倒之前 我們應該要多些去關心 觀察她的需要 以致我們可以及早發現 弟兄姊妹真實的需要 今集背重的金句是 獻晚祭的時候 我從仇凡中起來 穿着私裏的衣服和外袍 雙膝跪下 向耶和華我的上帝舉手 以斯拉記九章五節 就慢慢於不agine 這樣對我金手 這位 below 這位寪方式 遊戲是怎麼得到的 回憑的是 旨四節 我們都請 desde 提交 depth 你需要zk碌了 你不用擔心